在广州有一个传奇的牛杂大叔 据说他的脾气特别的暴躁 还会经常怼人 但是因为做的牛杂便宜又好吃 所以每天能吸引非常多的顾客 做了几十年了 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准时开档 风雨不改 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面 自制一个人做着牛杂 所有的工作都靠大叔一个人完成 而大叔做的是很有街头风味的广式推测牛杂 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 别小看这些卖推测牛杂的 据说这个大叔凭借着卖牛杂 不仅撑起了一个家 而且还挣了不少 不过大叔确实手艺也不错 做的牛杂非常地道 他这里的牛杂卖的确实也挺实惠的 20块钱真的满满欲望 且几乎每个牛杂的部位大叔都会给权利 站在旁边闻起来 这牛杂真的是真正飘香 这牛杂的香气实在太诱人了 大叔所选用的牛杂能看得出来品质非常不错 其实我感觉大叔做事情是一个比较认真负责的人 面筋要淋一点 淋一点 不过实话说 大叔的脾气确实有点奇怪 来他这里买牛杂感觉真的不好说太多 问多两句 或者说多两句大叔就会有点不耐烦了 来他这里买牛杂的很多人都被他怼过 如果你建议老广口吐芬芳的话 还真的不要来 不过也有一些顾客说 这是大叔率真的性格 习惯了就没关系了 不可否认呢 做的牛杂确实挺好吃的 20多块钱有这么一大盒 要知道在一些商业旺区 十几块钱的牛杂都没有几块 大叔的脾气虽然不好 但是做的牛杂确实挺好吃的 朋友们会因为大叔这样的性格 而不买他牛杂吗 还是因为他的牛杂好吃而继续光顾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说说你们的看法 在广州啊 其实这也见怪不怪了 很多老广都是这种帅贞的性格 想吃这家牛杂的朋友 可以加我关注收藏转发视频 谢谢观看